路加福音七章十三节 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她 对她说不要哭 怜悯是动了慈心的意思 是神主动的作为 是因为神感受这位妇人的伤痛 使她主动的向这位妇人伸出援手 在这段经文里面 耶稣的行动并没有要求妇人 亲友有什么信心 完全是出于她主动的怜悯恩典 怜悯这个词在福音书中出现过十二次 有时候翻译成动了慈心 这个字有情绪被牵动 内心深处被触动的意思 可见福音书所说的神 实在是一位有情的神 因着主耶稣的怜悯 不是因着人的信心 他在那死去的少年人身上 再次使用他的权柄 显出了复活的大能 主耶稣是有数天权柄的 但他的权柄不单是叫人畏惧 他的权柄一出来 总是叫人得释放 从捆绑中得自由 从悲伤中得安慰 从困苦中得喜乐 从死亡中得生命 耶稣的权柄除了带有震撼性的能力外 还带着主动的怜悯和深情的温柔 原来神爱人 神对人的感受是那么的关切 祂是一位深情的上帝 祂是爱的那么的真诚 那么的无条件 祂对人的苦痛 困境是深深触动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受苦的时候 如果知道神并不是袖手旁观 正是为我们的苦难 而触动祂的怜悯 祂甚至与我们一起受苦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回应祂呢 不要哭 如今长存的有三件事 其中最大的是爱 神的爱是不会改变的 也许你亲爱的人会离去 但是神不会忘记你 祂仍然继续地爱你 不要哭 耶稣使寡妇的儿子复活 以后母子中任何一位离世 仍然分离 但是只要你与亲爱的主 已经联合 就永不分离了 你与主是永远在一起的 不再分离